我們看這題 看到現在AB兩個物體 直接用一個繩子把它連起來 放在光滑的斜面上 是沿斜面向上的V 拉V 使系統沿斜面向上做等加速運動 此時繩子的張力是等於T1 現在我如果把這個角度稍微增加 增大斜面的傾斜角 能使AB一起沿斜面向上做等加速運動 此時張力為T2 你把它增大以後 張力的話變成T2 下列哪些措施 可以使T1跟T2一樣 我們看A選項 他保持AB運動的加速度不變 保持運動的加速度不變 現在這樣 就是你只要F沒有改變的話 這個張力就不會改變 為什麼 我們可以用等效原理來看這個問題 我把這個看成一個什麼 看成一個電梯 我站上去看的話 沿斜面方向 這個我們叫做下滑加速度 或是下滑中立場 如果它加速度是往上的話 那麼你在裡面看到那個中立場 核整中立場 就多少 就是 就是G3系統 加上那個A 那A的話是往這邊移動的 那這個我叫做什麼呢 叫做G' 好 這樣的話 這裡 這裡叫做T1 T1算是F F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MA加MB MA加上MB A乘以Z' 這個T 這個是T T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這個M A多少 等於Z' 所以如果我們一除 一除的話我們就得到什麼呢 或是除上去好了 T除以F F 這個是等於多少 等於是MA 除以MA加上MB Z'就消掉了 也就是說你如果傾斜角變大的話 這個下滑加速度變大 這個時候它有可能往下滑 R有可能連那個加速度變小 但是加速度變小的話 這個還是約掉了 所以T比F的話還是固定這個值 也就是說你F沒有變的話 T是不會改變的 就是你的拉力沒有變的話 那麼這個張力 比上這個力量的話 是固定這個比例 也就是說你F沒有變的話 T就不會變 好他說A保持AB運動的交度變 你傾斜角變大的話 你要讓他交度的話 不變的話 拉力要變大 你這拉力變大的話 這裡也會變大 所以A選項是不對的 這樣看B選項 B選項的話 保持F不變 方向跟沿斜面向上 這個對 F沒有變的話 T就不會變 這樣看C選項 好他說 適當的減少F 把F減少 那方向還是沒有變 方向是沿斜面方向 但是你F變小的話 T就變小 所以這不對 這樣看D D的話他說增大F啦 方向能沿這個方向 這不對啦 F增大的話 T就跟著增大 所以你要讓T不變的話 F要不變 所以答案應該選B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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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